师父好,您好,师父 请讲 弟子给你平安了 谢谢,谢谢 师父,弟子就是昨天 第一个打通你电话的那个 看图成了那个 46年的那个女的 是外事业的 今天弟子又求了韦陀菩萨 感恩韦陀菩萨又帮我打通师父电话了 哎呦,你这厉害 你这个老求菩萨帮你打通电话 怪不得第一个电话被你弄掉了 师父,弟子呢 一直想打通师父的普通电话 因为打师父的电话呢 特别的难打 像正彩票一样难 晚上呢,弟子就梦到了韦陀菩萨 韦陀菩萨告诉弟子说 我会帮你打通卢陀菩萨师父的电话 表觉弟子你的快乐 修行之路很艰辛 魔障自己 快难重重 弟子要先进信心 作为快难打垮 嗯,看见吗 韦陀菩萨给你缘分很深哦 真的缘分很深 嗯,对啊 嗯,太好了 嗯,就是昨天打通电话 韦陀菩萨还跟你讲话 你看见吗 嗯,是的,是的 嗯 嗯,昨天弟子打通电话之后呢 嗯,我昨天晚上梦到了 光陀菩萨告诉弟子 嗯 嗯,光陀菩萨说 嗯,今天你已受你师父加持 力气会越来越好 事业困境很快会有转机 嗯,事业走出困境之后 嗯,不要贪恋钱财 要拿出来多多不失 嗯 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好 嗯 我希望你埋伏七双修 在人间弘法度重 广度有缘 嗯 多给祖孙后代留福德 嗯,太好了 看看妈,观陛菩萨 我不是昨天跟你说吗 观陛菩萨也来了吗 你看看观陛菩萨 都对你也多好啊 对不对啊 嗯 嗯 他知道啊,师父给你打通电话 一定加持的呀 感恩观陛菩萨 感恩观陛菩萨 感恩师父 嗯 就是我昨天就是师父给我们加持之后啊 嗯,我的先生啊 他昨天啊,心情好了很多 也知道,呃,事业如何走了 嗯 嗯 还好 特别的感恩师父 嗯,知道就好了 所以,所以师父就等于是帮着 帮着菩萨啊 帮着佛啊 在人间呢 就是在帮助你们呢 对不对啊 嗯 对啊,对 嗯 师父 嗯 就是 弟子呢 特别的 弟子现在啊 嗯 找到了师父 嗯 感恩师父 如果没有师父 弟子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嗯 你要记住了 要珍惜啊 很多人找到师父不珍惜啊 对不对啊 哎呀 有很多人不珍惜就失去了师父了 失去师父 你再要找 你再去找找看了 真的 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知道啊 有时候缘分来了一定要抓住的 否则缘分走掉就没有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嗯 师父一定要好好地保住身体 我们都很爱你 是啊 天天 天经常啊 经常有时候被 被一些不好好争气的孩子们 还要生气啊 心脏也不舒服啊 对不对啊 嗯 我们都很坚振 有些人真的 有些人真的 基督心太重了 整天还要讲师父 师父有时候真的无语 嗯 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啊 并不知道 没办法 但你们大家孩子知道 知道你们的父亲 是怎么教育你们的 是怎么帮助 爱护你们的 你们最有感受 那些基督的人 他他没有资格来评定师父 我可以告诉你 对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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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深深深的知道 师父对地主的爱 我会给你 谢谢大家